就像這一題喔 有的時候這樣看其實 不太好理解 所以可以配合中斷點 其實中斷點來看的話就比較清楚 為什麼因為中斷點 你執行中斷點 你可以在旁邊多設一些中斷點 反正所謂的中斷點就是說 你有點它就會提下來 你沒點它就跳過去 就是這樣子 那跟Visual Steel不一樣 Visual Steel它就是點的時候它會中斷 它會再讓你組航 不過這個Eclipse設計不太一樣 那你就按F8下一個 然後會進到這個Function裡面 對不對接下來呢 你可以這邊可以發現它傳遞過來的 參數也會出現 有沒有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其實是一個陣列 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發現 你會發現這個String啊 Java程式它其實組成 就是透過什麼這個Value Value裡面有沒有 1到5有沒有 實際上第一個陣列裡面 就放一個J A有沒有 4就放一個乘 5的話 那實際上它就是一個 所謂的CHAR 自圓的UniCore的自圓 所以基本上都是兩個By車 兩個By車 一個自圓就兩個By車 那也就是它其實就是一個陣列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很清楚的 那傳遞過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陣列去做什麼 每一個租行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怎麼樣 把它抓出來 那預設值String Redout沒有東西 然後按下一個 你會發現現在I點個0 那我把0的這個CHAR抓出來 那這個CHAR抓出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在哪裡呢 在這個先把它折回來 那這個CHAR裡面的值 CHAR裡面的值 CHAR裡面的值 這個地方 取得應該是 把CHAR裡面的值 這個地方我是 把這個再設個中斷點 這樣會比較清楚 這樣會看得到CHAR 這個地方如果沒有設中斷點 有沒有 上面的這一行 裡面的CHAR就看不到 那基本上我這個地方已經抓到V V的話丟過來 然後會跑那個16 轉16進位之後的話 V它就回傳給我56 對不對 然後再來分別A41 再來是乘的話是7 A0B 那這樣的話 足個把它跑出來 不過問題來了 我現在呢 如果希望怎麼樣 如果是長度為2的 轉換之後有沒有 如果它是英文的 字串長度兩個字 那前面就要補離嘛 對不對 004A 004E 可是呢 如果是中文字的話 不要補離 那程式要怎麼寫 基本上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在哪邊呢 可以在這一行前面 怎麼樣 先補00 有沒有 00嘛 對不對 然後串接 可是呢 這個串接之後的話 會有個問題 英文字沒問題 中文字就有問題 為什麼 中文字就變成6 長度就變6了嘛 本來就有4嘛 變6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在這個地方要怎麼樣 可以避免掉 如果是長度 假設說我今天只要怎麼樣 只要4個字 那其實就 這個地方的話很簡單 我可以用一個substream 點什麼呢 先加上去之後對不對 加上去之後 如果是4個字 就是說英文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中文就6個字 那6個字的話呢 我就不要從 就是我取的話 假設我這邊的話6個字 這邊變成007A0B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取第 Begin我就從哪裡呢 從這個開始 取後面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的寫法是這樣 寫法可以叫substream s.substream 然後我從哪個字開始呢 我根據這個s2的長度 s2的這個leg 它的長度 他next如果是6個字的話 那我要從第幾個開始呢 從第... 從第2個字開始嘛 對不對 也就是前面兩個我不要 其實從第3個開始 但是那個substream 它的... substream它的說明是 就是begin的部分是index 喔 begin的話 它的位置是從index開始 所以基本上 我這個地方可以這樣 把它減掉4 就是它如果是6個字的話 那我減掉4個字的話 就是從2 也就是說從index值為2開始 就是0 1 2 那個地方開始 後面... 那因為我後面沒有逗點 所以不用... 不用那個... 就是and的那個index 就是這個... 有沒有它這邊... begin index嘛 那另外有個參數是... 有and的... 就是結束的index 那我... 不用理會and的 我就是... 全部取就對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喔 如果是... 如果是... 英文字沒問題 中文字也不會有問題 我們來試試看喔 停止掉 然後重新跑 用那個出錯模式 好 跑到這邊 然後ok 下一步 基本上的話 各位可以看有沒有 這個是英文 J 有沒有 A V A 沒有問題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有沒有 中文字也沒有問題 這個我要把它再... 設一個中段點 好 比較清楚一點 好 各位 來 然後跑到這邊來 它的那個長度 lex 現在這個lex是6 6 減掉4的話2 所以我substring 從第2... 第3個字以後取 所以3個字以後取的話 有沒有 就5f 0f 也就是說呢 這樣子的話取出來 就會是我要的結果了 然後反環回來 把它秀出來 所以print出去就ok了 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呢 unicode轉 big 5 必須要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 先把它轉換為什麼呢 轉換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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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unicode 轉換... 轉換為unicode 就是我們下面這個部分 剛剛有講過的 然後再來第二階段 也是一樣 輸出它的編碼 輸出編碼其實跟... 跟剛剛是共用的 所以最後也是把它輸出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ja 然後v a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那個中文的部分 中文部分的話是乘 你會發現乘現在是一個亂碼 有沒有 然後它有... 應該是這個地方 它有... 呃... 這個... 這個... B5 然後... 再來... 輸出... 呃... C 這個也是亂碼 然後... 兩個字... 那它因為... big 5 有... 呃... 這個高位元碼 跟低位元碼 所以輸出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返完回來的話 除了英文前面有四個之外 後面你會發現 比unicode多了 一個... high buy 跟low buy 高位元碼 跟低位元碼 然後這邊 會比較長一些 這個地方 return回來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然後再來最後的話 要把它... 再轉回來 那轉回來的話 最後呢 我們就是... 多一行 就是把它什麼... big 5 to unicode 再把它轉回來 轉回來方式的話 在底下我多寫了一個 就是這個地方 那實際上就是把它顛倒過來 get by 我是unicode 後面的話 是從big 5 轉回來 所以轉回來之後 return回來 那... show在畫面上面的話 基本上 就會是我們看到的 原字串 那... 輸出結果類似這樣這樣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 show出來 多加一個原字串 把最後的字 再... 等於之後回來 OK 那... 也就是我剛剛的程式 多了一個... 這個部分 前面加一個00 後面的話 加一個substream OK 把畫面先畫給各位 來試試看 那這一題 比較是屬於... 了解那個... 我們資源編碼的部分 那當然在... 視窗環境下面 也... 可能會常... 用... 遇到的大部分都是... 比如說網頁上面的JSP 或者是像那個... serverlet 那個程式設計部分 那或者是說資料庫 有些資料庫 它儲存的... 也許... 舊的資料用BigFi 可是你新的資料 有可能用Unicode 那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也要... 需要寫一個批次的轉換程式 去做那個轉換 那轉換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還是要特別了解 所以這一題主要是... 針對那個... Unicode BigFi 轉換的部分 做一個範例 那... 等一下我再把最後我這個畫面 完成的畫面再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 好... 好...